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很多事情年轻时不信,过了五十岁就信了 随着年龄的推移,人生的经历丰富了,感悟也深刻了 忽而回首,你会发现很多弯路不得不走 很多梦想不得不放弃 你有凌云壮志,但是世界却虐你千百遍 你终究要败给现实 当我们熬到退休时,看看身边的人 过得越好的人,朋友越少,并且懒得说话 归根结底,做自己,取悦自己,才能从心所欲 一,少言,远离是非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道理通俗易懂,但是做到的人却不多 尤其是老年人,唠叨似乎变成了标配的习惯 我的同学老张讲过这样一件事 他在深圳打工的时候,租住在龙岗某个小区的车库里 老张刚刚把行李放下,楼上的张阿姨就来询问 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失业了,要不要换一个好的房间 老张随口一说,不需要 结果楼上的阿姨一脸不高兴,还到处造谣,说老张是一个失业人员 日子就混不下去了,大家要提防点 也许老张因为贫困会做坑蒙拐骗的事情 事实上,老张在一家大企业上班,待遇不错 只是一时半会儿没有遇到合适的房子,不得不将就一段时间 楼上阿姨的话让他很愤怒 唠叨的习惯,会让老人和周围的人难以处理好关系 连自己的家人也会因此受到伤害 人性的弱点中有一个例子 作家托尔斯泰发行了自己的书 然后把收入送给需要的人 妻子却爱财如命,使劲抱怨 指责托尔斯泰甚至用跳井来威胁 因此托尔斯泰和妻子感情不和 还常常离家出走 很多年轻人没有找对象,害怕父母唠叨 因此过年的时候拒绝回家 或者带着一个租来的女友回家 在父母面前装装样子 浪费钱也空欢喜一场 寻子有言,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义知也 老人不要做包打听 要隐藏自己知道的琐事 适当的时候还要坚持沉默 言语多了,一传十,十传百就会变成谣言 就是对自己的儿女也不要唠叨 少说几句,儿孙自有儿孙福 反过来看,那些话少的老人更受人欢迎 在外人看来是很有修养的,能够自律的 管好自己的嘴不是不说话 而是注意方式方法,要分清场合 对外人礼貌似地交谈几句 需要的时候伸出热情的手 善良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 对家人客观的分析问题传授经验 容许儿女有小错误,人生有瑕疵 用爱的行动去感化儿女 对爱人要多牵手,少责备 在网络上别信口开河 做了负能量的传递者 情况不明的话需要观察,不要开口 情况很明朗的话要分析点到为止 与己无关的话,一句都不说 二,少有不看脸色 紫下问孔子,什么是孝顺呢? 孔子说,色男 作为父母,年轻时为了孩子拼尽全力 到老了,还得看儿女的脸色吃饭 这样不难受吗? 如果不是为了谋生 估计你在年轻的时候也不会看谁的脸色 不想一边委屈自己,一边咬牙坚持 职场是赚钱的主要地方 难免要看脸色 关大一级压死人的情况 你应该是领教过了 世上没有绝对的平等 离开职场,你还要看脸色吗? 认真想一想,连儿女的脸色你都耿耿于怀 更何况是外人的脸色 当一个人吃穿不愁,手里也就几个钱的时候 日子应该是乐逍遥的样子 要是被脸色制约了行动 说明你没有活明白 很多老人喜欢去钓鱼、下棋、跳广场舞、唱歌等 有爱好是好事 但是不要强行加入相关的群 不要和群里的所有人都称兄道弟做闺蜜 因为你把群里的人当朋友 那么你大概率会碍于面子和朋友们去做什么 导致自己很难受 似乎你始终被人牵着鼻子走 打两个比方 你爱好钓鱼 但是某一段时间不想去钓鱼 有朋友约你去钓鱼 也不好意思推妥 就只能勉为其难地陪同 你很疲惫的时候 有人喊你去跳广场舞 爱于朋友的情面你去了 结果更加疲惫 一人难如百人愿 其实你不用总看别人脸色 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活出自我 拥有自己的人生 不必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 更不要总是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有时候大胆一些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不仅能够改变别人对的态度 还能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 生活中活得很累的人 往往只有一种 那就是不敢做自己的人 他们总是担心自己会犯错 总是害怕别人对自己 有不好的评价 总是喜欢自己能够赢得别人的好感 而是做烂好人 什么事情都不懂得拒绝 一直帮别人做事 满足别人的要求 还不敢对别人大声说话 其实你知不知道 你做得再好 表现得再好 都不会令所有人都满意 因为讨厌你的人 还是一直讨厌你 拿你当棋子的人 也从未真正喜欢过你 更不是把你当真正的朋友 在工作中 其实就是樱桃好吃树难栽 有时候你做得再完美 也不过是同事的一个替身 你在背后默默付出 他却在人前显摆 夺走了你所有的成果 所以真的希望你不要总是看着别人的脸色生活 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生活中 你都要勇敢地做自己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学会取悦自己 而不是活在别人的脸色之下 尊严是自己去争取的 而不是靠别人来施舍的 这个世界上最难迎合的一种口味 就是众口难调 我们都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不必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 一句话而否定自己 你的人生更应该是活得晶莹剔透的 而不是因为总是成全别人 顾忌别人的感受 而忽略了自己 其实就是想要这个 就是想要去做这件事 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学会为自己而活 想吃的东西买给自己吃 想做的事情 不去看别人喜不喜欢 你总是迁就别人 别人却不迁就你 你的人生就永远活不出自己的滋味 你的好应该留给那些懂你的人 在乎你的人 真心把你当朋友的人 而不要卑微地留给不懂得尊重你的人 随便使唤你的人 那些人只会对你得寸进尺 而从未在乎过你真实的想法 丑小鸭出生之后 因为自己的羽毛 跟别的小鸭子不一样 而遭到了排挤和嫌弃 连路人都不喜欢丑小鸭 所以丑小鸭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自己一个人 看着成群美丽的大天鹅飞过去的时候 羡慕不已 在冬天到来的时候 它被冻住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 拍了拍冰 没想到飞了起来 然后看到了湖边的倒影 自己变成了一只白天鹅 这个时候 美丽让它找回了自信 在生活中 不要用别人的准则来限制自己 不要用别人的要求 来逼自己做违背原则的事情 你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只有内心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有多大能力就过什么生活 有多少精力就去付出多少 有自信的人都把心思和精力 画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 去追寻自己的成功 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 独居了很长时间 感悟到一个人的富有程度 与他能舍弃之物的数量成正比 人这一生有舍有得 退休了舍去什么 得到什么 应该自己去把握 退去了人生的繁华 过上了平淡的生活 舍去了烦恼的职场 得到了幸福的家庭 放下了合群的想法 享受了孤独的境界 退休了你还有余热 一部分给需要帮助的人 一部分温暖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